这里呢是沈阳联系保障中心某弹药销毁场地 官兵们正在销毁的呢就是我身旁这种40毫米口径的枪榴弹 别看他们体积不大但威力着实不小 每一发弹的威力都相当于4枚手榴弹同时爆炸 以前呢我们是采用集中炸毁的方式进行处理 这种方式呢其实十分的危险 而现在呢我们有了便携式激光销毁设备 安全性得到了大大提高 同时效率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这套新配发的装备由激光发射器 三角架转台外置电池手持终端等配件组成 通过激光点燃每枚报废弹药的引信和战斗布完成销毁 我们将激光发射器放置在目标弹体的安全机里外 将云台放置在支架上 而后将激光发射器架设到云台上 最后将电源线和处去线分别与主机连接就好了 据我了解咱们以往的这种集中销毁的方式呢 我们操作距离至少是500米开外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激光销毁设备 这个距离也就50米 那其实这么近的距离在我看来是很危险的 但为什么反而是我们这样更安全的呢 以前我们是使用足够量的起爆炸药 集中引爆 人员要近距离点火后再撤离 现在我们利用激光照射 枪转弹具体点位像做手术一样 远程控制每一发弹的燃烧效率 为例大大减小 破片可控 暴音阻隔 暴烘波衰减 激光销毁设备要充分发挥效能 弹药的摆放同样重要 操作人员要将每一发枪流弹 按照要求安装到固定点位 我身旁的这些格子呢 就是销毁弹药的抗爆间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里呢设置了砂带墙 以及钢板用来防止弹片飞溅 这个里面已经有了许多弹片飞溅的痕迹 其实呢我们的官兵是根据每种弹药的性质 来设置每次销毁的数量 这次的枪流弹呢是每次销毁40发 其实呢这个数量较以往的集中炸毁的方式呢 要减少了20发 然而我们完成整体任务的时间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有所减少 主要是前期准备工作减少了 我们现在可以就近灵活的选择和设置销毁厂地 并能够重复循环使用 不像以前那样 需要寻找一块方圆一公里 没有人烟的地方 每次炸毁作业完成后 还要重新设置和修复销毁厂 新装备不仅让厂地设置更简单 也让弹药销毁情况 从以前的一抹黑变成了可以全程监看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可以做到 弹药摆放随时能看到 作业进程随时能控制 而且销毁情况也能随时掌握 解决了以往 弹药销毁结果不明显 残肢处理 风险高等一系列问题 既确保了安全 又提高了效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